全台特色眷村大推薦 刚刚来到了压轴 逸凡说要去的是厉害 全台身价最昂贵的眷村 来 看到哪里呢 就是在台北市区 地价最高 逸凡要带我们去的就是 四四南村 心意计划区 就是这个啦 四四南村 我个人非常喜欢在这个 繁忙的步调的人生当中 偶尔去四四南村放松一下 洗滴一下身心灵 因为刚刚讲 它是全台最贵的眷村 因为它就是坐落在信义区 一级百货占区 豪宅占区的中央 所以你就觉得 天哪好像真的有穿越时空的感觉 仿佛这一切在这个中间 城市的绿洲时间都静止了 那现在当然已经没有人居住 但是它还是保留很多 这种眷村的矮房 跟这个住宅的特色 那我觉得很好拍的就是 拍照 它有很多这种彩色的木窗框 还有木门 那大家都说去这边就是要拍101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走在 每一个建筑物的巷弄 因为它每一栋建筑都有各自的功能 比如说刚刚的文物馆 展演馆 然后有餐厅 还有一些文创跟咖啡的小店 那你在这个迷路 这个错落的这个向道当中 你会觉得 每一条路都是一个小金星 你不知道你逛到下一家 这个住宅区里面是什么店 你就想要探头去看一看 那你在探头 在这张头望的 这个时候拍就是最美的 因为你整个后面这样 对 光影的变化 然后还有这个老宅的这个衬托 你会觉得真的好像时空禁止在这里 那现在这里已经变成 刚刚讲了不同的文物馆展演馆之外 它假日还有市集 很热闹 非常的热闹 然后也会推荐很多在地小农的这些作物 还有农产品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就是身处在这个大台北地区 觉得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 可以来这边试试南村 66狗66小孩 然后感受一下这种惬意的氛围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蛮厉害的 台北市中心这都市丛林里面 居然有这样一个像是外桃源的地方 对 真的 只是我之前去的时候 我就是有拍拍照 逛逛市集而已 我都也没有深度玩 小冒 你这边有可以深度玩吗 当然有啦 所以这里不是只有逛逛而已 你可以在这边深度的去体验 眷村的一些文化跟历史 首先我觉得不管是带小朋友 或者带家人或者情侣们 都可以来走我这个路线 第一个就是亲子馆 其实这个亲子馆 它是全部都是木座的一个建筑物 那你走进去它里面呢 就是会两岁到六岁不同的主题 也会分区 那你会发现小朋友 跟爸爸们之间互动的时候 就增加这个亲子的感情 那当然它是不用门票的 那接下来就到这个眷村文物馆 铁定铁定留多一点时间在这边 它有保留四四南村的一些 就是眷村历史的轨迹 你可以在里面看到 有些眷村妈妈啦 或者是眷村艺文啦 或者一些眷村美食的静态展示 但另外有一个空间是大家不容错过的 它还原当时他们生活的一个现象 然后把之前的一些家具 还有像符润机啊桌椅都放在那边 所以你会然后再加上一些纪录片 所以你可以清楚知道 当初的眷村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记得这不用门票 这也是不用门票 不然记得它就是有公休日 一般一吧 还有国定家也会公休 在这个文物馆的对面 有一个这样子好滋味的地方 但是它是一个充满文创的复合式餐厅 怎么说呢 它把原来传统的建筑的元素 是有保留在里面的 那再加上很多的新创意 所以你会感觉新旧交融 那前半段是有些展示区 就是有贩售东西 比方说有鸡米啦 有鸡地瓜等等 还有一些文创商品 会在那边你可以慢慢的逛 后面那一区 你就可以真的是好好来吃一顿了 其中最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各式各样的Bagel料理 它很有名 很有名 就很多 我就会看到很多情侣们在那边 你一口我一口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整个小朋友也有了 家人也有了 就整个情侣 也都把路线安排在四四南村 其实四四南村说实在它不是很大 但是它能够好看好逛的地方还不少 虽然这家餐厅刚刚小芳介绍 算很有特色 但它复合式餐厅 我觉得它看起来有点现代 我要问一下路哥 因为我都已经来到眷村了 我就想要那种眷村的那种老味道的话 吃的部分除了这家以外 附近还有什么眷村的好味道吗 其实在四四南村旁边 就有一间非常棒的一个眷村的美食 这个老板每天早上 在那个都是早上现杆的面 所以吃起来你当天去吃它的面 都能够吃它面的面香的味道 因为够新鲜 另外我特别要介绍它的炒面 它的炒面因为面条一样粗 然后之后那个酱料之后加上外省人的特别的味道之后 炒的功夫就是特别好 能够把所有的酱料里面进入到这个整个面条里面 吃起来就让你有一点咸香咸香的味道 所以刚亦凡介绍了屏东的炒饭王 你现在是北部的炒面王 你来到这里真的你看到它的菜单 我不骗你的 每一样都是的很有人气 而且都不会采雷 那另外它除了这个面条之外 它的卤味又更是一绝 一绝 眷村的卤味要卤到让我鹅肉的真的也没有几间 它真的是用心在去卤这个 除了你各位看到它的豆干 另外它的猪头 这个猪耳朵一定要点它的那个卤的牛腱 牛腱 那吃起来也是特别的香 而且卤得非常非常的够味 住了30年的鹿哥推荐的肯定是厉害 好不好 我之前看照片才发现 那个地方其实我也去吃过 价格也不会太贵 对不会 虽然在贵的地段 但是价格是非常实惠 好地方 在地推荐感觉很权威 那我们都已经来到信仪区了 这附近好逛好玩太多了 肉肉我们这边可以怎么安排下午的行程 好其实在这附近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朋友住在那边 他就跟我说 他是住在边缘 住在旁边 对不是那个豪宅 对他就跟我说 他们最近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那这地方叫永春皮生态实地公园 这个是新的吗 对这算是在2020年才整个那个完工而已 那为什么叫永春皮 因为这边以前在百年之前 这边是一个皮躺 经过一些富裕之后 你就会发现来到这边 他就规划的非常的完善 你可以看到绿地整片的草皮 然后你可以看到皮躺 那占地大概有四公顷那么大 四个足球场 对对对 而且很特别的是他那个皮躺 你可以发现 可以看到台北101的倒影 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101 然后倒影在那个皮躺上面 然后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边逛完之后 你就可以来到像我们那个外地人就很爱台北 逛那个松山文庄园圈 对对对对 这里很有味道 对对对对 那因为它的建筑 是那个日本出的一些现代主义的一些建设 所以你会发现走进去之后 跟一般的那些古迹 看起来的那个氛围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这边玩之后可以再走去信义商圈 那其实晚上那边就很漂亮 我觉得台南人罵漏懂完 因为他把这个信义商圈 百货公司把它排在晚上 因为我觉得这里晚上最漂亮 越越美丽 对啊 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看着这些繁华的商圈 心里就愿叹说房价好贵都买不起 没有办法住下来 如果能够住下来多好 其实有好选择 因为附近的饭店很多 花个几千块住一晚的话 那我就要问一下这亦凡 这么多饭店在信义计划区里面 你有没有推荐住哪一间 徐凡你讲对了 信义区的好宅我们买不起 但是我们可以住一晚吧 对啊 你知道身为台北人 我偶尔会去这间饭店住一晚 明明我家就是开车20分钟就可以回家 我还是要去住 不同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它拥有全台北最漂亮的露天泳池 露天泳池 市中心 市中心 信义区的一级百货站区里面的这间饭店 这间饭店它被米其林推选为两次 就是最佳饭店 所以它整个设施 装潢 价位 都是非常的水准之上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它大片落地窗 拉比就非常的令人心旷神怡 很舒服 很明亮的感觉 而且它的房型当中还有一些可以调是 你在床上就可以看到101整个 然后或者是泡澡 就是每个房型它的位置有一点不一样 你可以去挑选 然后我觉得最最最棒的是就是这一张 我真的是专程带我女儿去游泳 而去住一晚 这个你说的是身材厉害还是风景厉害 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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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四四南村那边也可以拍101 但是人挤人 所以它有个石灰墙 每个人要拍就要排队 然后可能只能拍个几秒钟就有点不好意思 在这边你真的是拍到好 拍到满 而且刚刚这个霸露儿讲说这个池塘的倒影有101 我们是泳池的倒影有101 你知道晚上的时候那个灯一打上去 它是整个101整支的倒影就直接在那个游泳池上 然后你所有的这个饭店周围都是这个百货公司 所以就那个滑灯出上那个灯七彩打上去的时候 真的很浪漫 很唯美 你觉得自己好时髦 对 就觉得我就是那个信义区的贵妇 KING OF的信义 只能当一天这样子 这也很满足的 那如果你是住在这里呢 早餐我觉得也很棒 因为它有中西市就是应有尽有 那西市我很推荐它的手工蛋卷 就是现做的 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挑食的话 你就ALL IN 你知道ALL IN它那个外面就是卷的那种 全部的料都进去 软嫩 然后里面的料非常的丰盛 就觉得一整天的活力满满 重点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那时候去住有promotion才2000多 但是现在稍微涨一点点 那我个人是觉得很值得 现在涨一点要多少钱啊 在信义计划区里面的饭店 哦 4300 OK 住一个晚上4000多块 在信义计划区看起来很值得划算 还可以啦 毕竟买不起豪宅 在这里住一晚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就感谢我们的专家来宾 提供的宝贝意见啦 推荐了全台的四大特色券圈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看 没有金钢号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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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